大家好 今天这一集和大家聊聊中国的娱乐圈 中国的娱乐圈还是有不少问题存在的 当然了我不是指那些什么范冰冰透税漏税这些问题 咱们就说一下中国的娱乐产业 为什么输出不到其他国家 对吧 输出不到这些文明世界发达国家 那咱们看一看到底是由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这个中国的元素永远只能在中国的国门之内来着 它走向不了世界 而且它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它这个文化输出绝对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吧 就是中国目前这种统治形式这种意识形态 你想把这种你的文化去输出给其他的国家 压根就包死 可以这么说 我对于中国的文化的一个看法 尤其是过去这个古代的什么 有学什么弟子规 有学什么这个那个的 是吧 什么百家姓 有背俗这些东西 我是不怎么看好的 你包括孔子那一套 孔孟之道 这些东西 当然它其中可能也有一些好的东西 不能说一点好的没有 但是就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观察 还糟粕居多 那如果他们以前的那些文化意识形态这么好的话 那中国不可能说在近代 是这么一个状态 或者是中国人的思想能是这么样的一个落后 是吧 这就是我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个看法 那咱们今天这期话题呢 主要源于什么呢 源于这个胡锡进发了一条微博 那胡锡进发了一条微博说什么呢 他说中国好的娱乐作品呢 没有多少 那拿到世界上的 那更没有听说了 说但娱乐明星啊 没有耽误 出了一波又一波 那热搜忙不过来 而且啊 这个怎么都能乐 这很牛 说怎么都能乐 这很牛 我有的时候也是在想 这个 我说句实话 我不明白胡锡进发的这条微博到底想说明什么 是吧 那可能就是合计 就自娱自乐呗 对吧 他这种思维啊 就是我理解一下 还是属于那种小农经济思维 就是你的娱乐产业只要搁中国 就是有市场就可以了 对吧 咱们就关起国门 自己玩就行了 那这个就是我对于他 对于中国娱乐产业 或者是这些娱乐方面的一些东西啊 的一些看法 那就这种看法 我认为是非常的糟粕的 对吧 其实如果好的东西 那不仅仅是你民族的 它也同时是世界的 因为全世界人啊 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吧 是吧 就是全人类啊 他现在其实大部分来讲 可以说都是已经是一家了 因为由于全球的一个经济贸易 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这种东西 那为什么要有这个全球化呢 或者是全球的经济贸易 它就是取商不断 比如说这个国家 有某种工业产品的先进的生产力 而那个国家没有 它有一种替代性的一个产品 比如说什么轻工业 是吧 这个国家有高科技 两个人互换一下 这样的话呢 两个国家的这个 就是这个经济效益啊 或者是说这种 获得这个产品 工业产品的这个能力吧 就更大大的一个提高了 对吧 这可以让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 带动全世界的一个发展 就是这可以说叫优势互补 那这个就是一个全球经济的范畴 那当然在娱乐产业方面 它也是这样 对吧 那就胡锡进这个说法来讲 就证明说什么呢 说中国的娱乐产业 它不可能输出到全世界 就证明中国的娱乐产品 或者是娱乐这些什么电视剧明星 在世界上它没有一席之地 那它这个确实这个问题 确实特别大啊 它不是说这很牛 你靠着中国的庞大的市场 你可以养活这些娱乐明星 是吧 他们赚得盆满钵满的 在中国的这个范围之内 但是这种造成的贫富的一个差距 你像范冰冰偷醉漏碎 为什么老百姓这么恨呢 就是由于这些娱乐明星 实在是太有钱了 是吧 你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头 就是相对来讲 比较要求什么公平啊 或者是贫富差距的这种 就必须是小的 你在社会主义国家 必须要脱贫 必须要这个贫富差距要小 要不然你就不能叫社会主义国家 是吧 你就那你这个 你贫富差距过大的话 资本主义都没有你这么大 是吧 你看你跟美国买房 或者跟其他的国家 相对买房 相对来讲吧 还比较容易一些 对吧 你在中国呢 你看一看 是吧 比如说中国的医疗 这些东西 你社会主义国家的医疗 必然要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医疗好 这个是你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优越性 因为你所有的东西 因为是国家通筹 你国家管理 国家治理 那你一个国家去治理这个东西 还没有人家就是各个大财法 或者是说各个大公司治理的好 所以说你要是假如说你说你这个理论这么优越 什么社会主义必然这个是能够战胜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你应该体现出来你的优越性 那你像在这种医疗方面 在这种房产方面这些东西 在中国我以前给大家讲过那个CPI 是吧 就把房产都这个剔除掉了 那大家可以看我以前的节目 这个我在这里就不重新跟大家聊了 是吧 那个经济指标 它都是造的 就是把那个 其实那个CPI 如果把房产那个价格算理 或者租房那个价格算理的话 中国人过得是很难受的 是吧 很难受的 那咱回过头来接着说 这个娱乐作品 中国的娱乐作品 咱们先不说这个演员的演技烂 这个咱们不说 其实这也不能怪演员 为什么 因为咱们中国的这种 就是培训班 不是那个 就是这种演绎的培训班 像什么 就是像北京什么 什么电影学院 有这个什么传媒大学 这个那个大学的 他培养出来的这些人 他都是生长在红旗下的 你给跟主流意识形态相同的 对吧 都类似于像朱举那种人 所以说他们这些东西 培养的这什么艺术家 什么 那确实有问题的 我记得前一阵 有一个老艺术家入党了 好像是八九十岁高龄 入党了 就这些东西 他什么东西 都跟这种党文化 联系在一起 大家想一下 一个娱乐产业 娱乐产业 通常来讲 它得贴近于民生 或者是贴近于老百姓的 一个日常生活 那这个东西 老百姓爱看 那一般都是娱乐呀 爱情啊 这些东西 或者是有的爱看 这种推理悬疑这种剧的 一般就是这么几 还有那个科幻的奇幻的 一般这种娱乐产业 就这几大块啊 你像以前韩国流行穿越吗 把中国也穿越 玩意儿穿的就是 你都不知道它穿越到哪了 是吧 就是穿的特别 就是穿的特别傻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叫求婚大作战 这个是日本 有一个叫金子茂树的一个编剧 编的特别好 大家可以看 它在这个就是一个穿越剧 有一个男主人公的喜欢 这个女主人公 但这女主人公最后没有跟他在一起 找了一个他的大学老师 是吧 就是在这个婚礼的过程当中 这个人他就说 如果要再给我一次机会的 我回到过去 我一定 我要扭转乾坤 是吧 我一定不像当年那样 就是对待这个女主人公 咱们俩彼此之间都有感情 而且我要改变过去 他对我的一个看法 我一定要跟他表白 就由于这个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 从小亲没竹马在一起 小学三年级啊 就是一个班 一直到大学都在一起 形影不离的 因此啊 他两个就是老是不好表白 就老觉得对方就在自己身边 什么时候说都可以 所以就是在寻找最佳的表白时机 或者最佳的这种告白的一个方式方法 那这个通过进化心理学来讲 确实也是这样 通常来讲 就是这种亲门竹马的一个管系啊 它能够结合的概率比较低 可能是缺乏这种神秘感 或者是缺乏这种异性的一个吸引力吧 对吧 可能这 可能有这方面的一个因素啊 但是通过这个科学家的一个调查 是连续剧啊 说鼓吹的 要骑梅竹马啊 两个人在一起 或者克服一些疾病的一些困难 那这些都是说 现实生活当中 普遍人类来讲 很难做到的 在这里我跟大家插一句啊 我所理解的感情啊 应该多少能够克服点 这种熟视的一些标准 你不见得所有的都克服 但你可以克服那么一两样 是吧 你比如说在这种 现金的社会当中 都找那种高富帅 就是家里有背景啊 还有钱的 长得还好看的 就等等等等 一切都好的 其实啊 如果真正的爱情啊 其实需要点检验的 就是你这种高富帅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挑出来一两样 它没有的 就比如说这个人 可能家里头背景不好 不富裕 但是他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挺有责任性的人 或者是挺有能力的一个人 那因此啊 就是你可以克服这种 对于家庭的方面的一个要求 那这个就可以了 那或者这个人 相对来讲 长得比较普通 是吧 但是他有其他方面的一个魅力 你可以克服一两样 这样的话 你找到真爱的概率 或者找到幸福的概率 我觉得比较高 是吧 那为什么那些电视连续 都要不然克服疾病 是吧 要不然克服这个家里条件 或者是打破世俗 还有一些就是 比如说姐弟恋的 你像那个日本拍的 这个 这个叫什么来的 什么中学圣日记啊 有一个那个 那个就是描写 这个私生恋鬼 他都会打破点禁忌 是吧 他都得打破点 这些年龄方面的差距 或者世俗方面的一个差距 那这样的爱情啊 才比较有意思 才有一些可开性啊 那所以说在现实生活当中 可能不会像电视当中 演得那么 那么火爆 但是咱们多少吧 也应该打破那么一两样 不要 不要要求对方 四字都特别完美 你试着去爱对方 包括他 有一些可能达不到 那么好的一个标准啊 但是这个人的人品 是必须要看的 是吧 这人什么叫人品啊 这些人的价值管 或者这个人对于 一些问题的一个看法 他有没有爱情的 善不善良 这些是硬件标准啊 那其他的房子车子这些东西啊 都是 一个是可以后天创造 再一个呀 其实没有的话 也不见得你过得就不幸福 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 所以说大家还是应该在自己的 这个婚姻的道路上 包括爱情的道路上 有这方面的一个考量啊 还是要看人 那这个 这个说的是爱情啊 那咱们接着说这个电视剧啊 你看这个日本排的金子茂素 派的那个求婚大转战嘛 就这两个人吧 就是这个小伙儿 就老是去要改变未来 改变未来 自始至终啊 他也没有改变未来 在最后一集啊 就是求婚 不是那个 他那个 可以这么说 青梅竹马的那个另一半啊 那个女孩 结婚的典礼上 他自始 自始说什么呢 他直到他穿越了这么多回啊 一直也没有改变这个现实 他学会了放手 他祝福他 他觉得那可能我真的不适合对方 他心里也没有我 那咱们就这么算了 那因此啊 他就在结婚典礼上致辞 就是在结婚典礼上表白了 表白完事呢 祝福你是吧 他说虽然我觉得你在我身边会最幸福 但是呢 你选择了这个老师 那么 那我就祝你幸福了 我就放手了 就是他自己就走了 老大样了 所以 所以说这个就是那个 三下自久演的这个电视连一剧 演的挺好玩 还有他那个女主人公也特别好 但我记不记不太清 他日本人的名字啊 因为日本人的名字 说实话 比较难记 是吧 比较难记 他这个跟中国的不太一样啊 那咱们回过头来说 中国就翻牌了 中国2017年翻牌了 我看在豆瓣上也给骂坏了啊 说是这个男主人公啊 说中国那个叫孙艺兴还什么呢 说跟那个日本的三下自久啊 能差三个什么陆寒 说演技也差三个陆寒 说那女主人公的演技啊 和日本那个能差一百个 迪力志把 哎给我斗坏了啊 而且这个电视剧的排的 这奇烂无比 奇烂无比 就包括他里头有一些戏剧啊 说中国啊 说中国翻牌的那个电视连剧啊 也打棒球 延续了这个日本的 日本打棒球 它是就是日本那个学校 中学高中的一种这个校园文化 它有这个棒球场 或有这项运动 而且还有什么家子园文化呀 就是比如说打到家子园之后 带这个家子园的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一包土回去 当一个纪念 有这种文化在 你家那个棒球英豪 那个那个那个 就是那个漫画动漫嘛 他不就讲的这个事吗 说带这个自己心爱的 呃女孩吧 去这个家子园 完成她 完成她的梦想 那是打野和潜尝男的故事 是吧 呃 那这个就是说 这是日本的一个动漫啊 那这个我觉得就特别好 你看人这个编剧 求婚大作战 就说要活在当下 当天表白了就可以了 那最后这新娘肯定 这这婚礼也没法进行 下去了是吧 那两个人之间的一下就点燃了干财和烈火 这新娘就落跑了 那落跑以后呢 那这个 这男的就是当时他这个 这这个这个新娘的这个丈夫 这也很尴尬 是吧 也很尴尬 这妻子 这妻子 妻子在婚礼当 就是当天落跑了 就这么一个啊 所以说告诉什么呢 告诉人要活在当下 你只你不能改变过去 你只能改变未来 所以说你看我 我我我现在觉得就是呃 你包括人生各个方面 你改变不了过去了 你只能改变你从当下开始 你改变未来 那这个就是我我的一些看法 那咱接着说中国 中国这个娱乐产业 就是说中国那个改变 那个电视剧啊 让人给骂坏了 他里头这个些细节啊 包括他里头这些 你说这棒球运动 中国就没有 那你应该整点什么足球啊 其他方面的一些东西啊 你按照那个剧情改变改变 你不能造草啊 还有一个什么呢 里头日本电视剧里头啊 这个有一个算命的环节 就是拿这个姓氏啊 这个名称那个笔划 来进行一个算法 把求得两个人的配对指数 但是啊 就中国这个翻牌的电视联络剧 就就是怎么干的呢 他笔划跟人家日本名一样 但是用的是中文名 你说这个你不开玩笑 那中文名的那个笔划 言丑的你 你欺骗咱们这个观众 不会手术吗 对吧 日本有那个两华的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字 是吧 那中国里头 那压根他就没有两华了 你怎么能够算出来 配对比例跟人家 日本那个概率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翻牌的 一点都不用心啊 你照人抄都抄不了 所以你看中国这个 爱操作业这个事啊 有的时候你看在一个国际上 老闹得沸沸扬扬的 说偷技术偷啥的 是吧 其实这个 偷不偷 咱现在不这么说了 就是孩子落后 必须跟人家学 不管怎么个学法 咱说偷也好 学也好 你说西施学和偷也没啥太大差别 是吧 偷完了学嘛 学完了再偷 所以说就是这个事 所以说这个技术方面啊 那还是 是因为中国落后 所以说才要学习西方 或者是 说怎么样 怎么样 是吧 让人家说咱们又烧纸了 是吧 就是关闭大师馆的时候 烧纸 什么 说技术方面 有一些这些指责呀 或者是说什么 那 就有没有这些问题呀 你说那为啥 临走之前要烧纸 这个我特别不理解 难道是要祭天吗 是吧 按理说你说这些 大使馆的人员 都是无神论者呀 那不可能举办这种 祭祀仪式 是吧 那咱们回我接着说 接着说这个娱乐 那这个就是 通过胡锡进这条卫本 就可以看出 中国的娱乐产业 压根就没有什么 而且中国这些娱乐的东西 我也看了点 就是照办照朝 其实说白了 他就学习这种 日本 或者是学习这种韩国 你家那个跑男 那韩国都已经拍了十多年了 那咱们最近 才兴起来 找了那些人 其实韩国那个跑男 我也看了一下 就苦于不会韩语吧 天明看那个字幕 那个反应 实在是太累了 要是会韩语 还肯定很好一些 就会好一些 所以韩国呢 还是比较有意思 我看字幕我觉得 比大陆的相对来讲 我更愿意看韩国这个正版 所以说什么东西 都要有这种原创的一个精神 有原创的这种能力 但中国目前 它已经失去了这种原创的一个能力 这个是为什么呢 首先娱乐作品 它得来源于生活 中国它没有个人生活 它有国家生活 它有党文化 它有党生活 所以这个东西它很难改变 那你说什么东西跟政治一挂钩 它就失去了普遍的一个娱乐性 而且什么东西老跟政治挂钩 这个人的思维容易僵化 你说就写那个爱情的 就比如说这种穿越的爱情 像求婚大作战这种 就像日本这个 你在中国也不什么影响 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 也可以随便拍 那为什么中国就产生不了 这种好剧呢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问题 就是这种广电总局审核 都能通过的一个东西 它也不存在什么色情的 什么暴露的 或者是什么其他文化方面的 一个冲突 它就是这种一种细腻感情的 一个把握 活在当下 展望未来 就这么一种 相对来讲 还比较正能量的一个价值观 那为什么中国就产出不了呢 这个我跟大家聊一下 今天这个问题 我想跟大家好好说一说 就是因为你像这个 我看了一下 日本的这些电视连一句 包括电影 它都改变于动漫 或者是小说 你看韩国一般也是 韩国主要是改变于小说 那网漫什么的 改变改变 像什么 韩国有一个什么W世界 那个 也是改变动漫什么的 其实这个韩国和日本 我也不知道他们两个谁学谁 是吧 可能互相学吧 相对来讲 还是 基本上套路都是一样的 它首先得有小说 或者是动漫 这些题材 这些都是源自于 创作家的创作 那在中国这种 就是你文革以后 这种文字方面的一个东西 就基本上没有了 因为人这个已经洗脑之后 它缺乏这种创新的一个能力了 你让它怎么给这个社会主义摇旗呐喊 怎么说打倒美国 美帝国主义 打倒小日本 你整这些题材的东西 它可会上杨上下的 是吧 这个 怎么说呢 手撕鬼子这些东西 手榴弹炸飞机 它可会想象的 你让它把这些想象的能力 恶搞的能力 你用在这种娱乐方面 用在正经事方面 它就不行了 用在政治方面都可以 它用在这种 比如说 逗咱们大家一乐 或者是说 用在这种生活方面 它就没有那种娱乐的一个精神了 是吧 它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孩子就是中国 它没有很好的剧本 没有很好的作家 因此 因此这些人嘛 中国人 他也没有很好的一个生活感受 或者是生活体验 他体现不到爱 是吧 他体现的都是什么 政治之爱 党的爱 什么 他没有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爱 我看了一个 在美国的一个老先生的一个视频 他说什么呢 说他生活的那个年代 当然他今年九十多岁高瘦了 他说他当年就是劳改的时候 就是发现了中国人特别爱检举揭发 包括他在中国旅游的时候 就劳改出来之后嘛 在中国旅行的时候啊 也受到了这种 这个这个怎么说 就叫维稳的一个招待吧 是吧 所以说就是中国人特别愿意 互相的检举揭发 人与人之间呢 这个妻子和丈夫之间呢 他老是互相猜忌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啊 确实这个老先生说的比较对 那中国人活的这个就是这样 你看中国人不让你上YouTube吧 对吧 不让你上Facebook 不让你上什么 这个 IG啊 是吧 不让你上这些 国外的这些互联网的媒体 还有Twitter 所以中国人就是哑巴嘛 笼子 瞎子 那这个就是这个老先生 给中国人的一个总结 所以你 比如说你说话你不敢说 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当权的 那谁敢说他有什么什么问题 他不会的 对吧 那我也不敢说 所以说中国人都是哑巴 包括我在内 我也是个哑巴 所以很悲伤嘛 你看现在起码的 这个不聋不侠的 就可以翻墙了 上网了 可以在这个YouTube的世界里头 和大家见面了 跟国际的伙伴见面了 这还是 我觉得还是 还是蛮不错的 对吧 我挺开心的 有的人老觉得啊 你这个翻墙之后啊 和翻墙之 你不还在墙里头吗 那你翻墙之后 能怎么样 起码你精神上不空虚了 是吧 你可以精神上得到一种 慰藉和享受 所以人活的 其实有的时候 不是说就活着这个肉体 活着这个 这个吃喝拉撒 是不是 这些东西 有的时候 人也是活精神 你翻墙 你精神上翻墙 过来了以后 你快乐了很多 你也想明白了 很多的一些事情 你看到了国外的人 是怎么生活的 那你在中国 肯定你就会有 自己的一种感受 或者是说 你在中国 就有自己的一个 价值观了 这个还是特别好的 有的人可能翻墙出来了 就特别的 就是融入了 这个国外的一些文化 也包括了解到了 很多国外的一些知识 但是呢 有的人翻墙出来了 比如那些粉红 他还傻 傻乎乎的 还爱国呢 是吧 翻墙出来爱国 为这个当局 邀请呐喊 那这些人 他是属于脑袋有包的 是吧 就属于变态了 我对于中国的 这些战狼粉红啊 我认为就是变态 你像乌京 整那个战狼 那个片 是吧 你就是变态老眼 是吧 你这不是说 你的呼绕 能把你的国民吗 都能接回家吗 那你来疫情了 我看也不好死了 是吧 乌京也打脸了 所以就散乎这些东西 就是为了 其实就是为了挣钱 圈拨中国 中国人钱嘛 也仅此而已了 所以中国的人还是蛮可怜的 是吧 就是给别人 就是中国这些 就有一部分人嘛 就是善于自害 变态辣脚 画了一幅漫画 我记得特别好 当时啊 他这个 就是用这个战狼嘛 给我意思了 他把那个毒品嘛 他就是 就是 就是放桌子上了 把它整成一个粉面的 就是面状的那种 那种毒品嘛 写上 就是围成了一个战狼 那种种字啊 就像流沙画似的 整成了那个战狼 那种那两个字 有一个人拿着 用鼻子在洗 那就是粉红 他那个画画的 确实特别有意思啊 就是真的就是 那你看中国 目前的这些文化 它就是毒品 精神鸦片 所以说 让中国这些粉红去吸它 而他们就自害了 害完之后呢 就出来骂人了 就乱咬人了 所以这个是 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 也是让我非常就是 反感的 或者是让我非常讨厌的 一个事情 那好了 那今天呢 跟大家也就说这么多吧 就是关于中国这种 这个为什么娱乐产业不好 一个是咱们这个培养的机制 就不行 它没有那些 特别开放的 培训的一个学校 它偏有这种 文化党文化的一个意思 这个是特别 特别讨厌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娱乐就是娱乐 你别老跟政治沾边 跟政治沾边 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意思 对吧 你说要是美国的话 比如说拍个电视剧 必须符合民主党的利益 必须符合共和党的利益 你说这个电视剧 它没法拍了 是吧 那太难受了 所以说呢 就是你在这种文化方面 娱乐方面 就是百家争鸣 谁都可以表达自己的一个思想 这才有意思呢 辩论 你比如说你像我这种视频节目 你像我就对中国文化 提出了异议 对吧 我对中国当局的统治 我提出了异议 如果让我这些视频 放到比如说B站上面 或者是这个头条上面 我欢迎他们来批评我 是吧 欢迎这些粉红战狼来骂我 都是没有问题的嘛 那你可以举出来你的法例 你去举出来 你比如说你举文革的例子 或者8964的例子 或者这些三大改造 大跃进的这些东西 你可以跟我辩论 是吧 你的真理越辩越明嘛 你提出你的观点 我提出我的观点 咱们互相聊一聊 咱就知道真相了 你包括就像那个华春莹说 那耿爽说 华春莹前两天舔个脸说什么 说中国人怎么就不可以上推特了呢 耿爽说什么 说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 就像这些东西啊 我就有的时候在想 就跟咱们中国人看北朝鲜是一样的 我觉得咱们在外国人的眼中啊 其实就是中国人看北朝鲜的感觉 外国人看我们就跟我们看北朝鲜一样 北朝鲜不有一个那个叫 波音园吗 叫什么吹英级啊 还吹什么级的 就是一说话那样 等等等等 伟大金正恩主席啊 这怎么怎么地的 就开始了 就就就就就闹上了 完了一整一激动就哭了 又又盖了好几百栋房子 又盖了多少多少这个房子 我们免费分房子了 而是这个人民呢都哭啊 我终于盖上房子了 终于终于有房子住了 这不到以前还还住破窑洞呢 可能是吧 完全哭了 所以就穷成那样 他那个地方 所以你看咱们看北朝鲜 笑话人家嘛 你说就是这个耿爽和华春莹 说完这句话 你说在国际一个舞台上 人家但凡懂一点中文 就是外国人啊 发达国家的人 或者是说什么呢 人家就给翻译成 把那个中文翻译成英文 你就让人家一看了 人家就觉得你这个国家人 太搞笑了吧 是吧 其实中国出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别的问题 咱先不谈啊 就是什么政治体制啊 或者是说意识形态 咱不谈这个 中国存在的最大问题 就是说的和做的 它不一样 它说假话 这个是中国存在的最大的问题 你包括你什么 人民民主专政 就是咱们非得说 人民民主专政 比这个 就像总统共和制 美国那种选举制度好 也可以 无所谓 就是比如你认为你这个好 但是你不能说假话 对吧 你这个专政下边产生的这些东西 包括外交馆的什么 你不能说假话 你说完假话之后 你影响的是整个你的一个政治体制 或者是你这种意识形态 你不能这么聊天 所以说你像国外人一看在中国的 你这外交部的发言人 代表中国的官方 你这么聊天的话 那肯定人家觉得 你这个国家的国民 肯定接收到的信息就 就很吓人 是吧 就很吓人 所以你看中国 中国它是因为 你说中国它为什么封号 就封我这样是人的号 它不就是因为它没理吗 它假如它说的那要是真实的 它有必要去封我的 我如果满嘴跑火车的话 我如果天天说的都是假话的话 那你说它有什么必要去封我的号 是吧 你让我社会性死亡不就完事了吗 我这么真诚的一个人 从来都是百事实讲道理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的 从来我也没有说是怎么样 我就对胡怡进就特别的不满 我可能有的时候攻击过他 但是其他的方面 我攻击他也是百事实讲道理 也没有说什么别的 对吧 都是过去的历史事实 或者是说关于这种 我对民主的理解方面的东西来说的 从来也没有说是刻意的怎么样 但是确实就胡怡进 他这个人我是特别的厌 我实在是受不了 有的时候在内心里 我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对于他这种人 真的想骂他 但是没有办法 只能隔内心里了 就是那个攻击他了 但是你做节目还得 你就不能那么说 是吧 咱做节目就是聊天 所以就是对于像 像这些人呢 这些所谓的中国的知识分子 什么胡怡进什么 他们说的这些东西 都全是假的 还有一个啊 前两天也不说胡怡进 说自己是战地记者 说这子弹跟耳边 收手手飞过 据说 什么样的算战地记者 就是你去战场上拍照片 你得到一线拍照片 那叫战地记者 你看这个确实是 这照片很简样的人 你要想拍到一线的这个照片 那就是你得上那个一线去 要不然这照片你拍不来 说胡怡进是干什么 他是后排的一个扁击 而且啊 说这个战场上啊 现在都是飞机大炮了 你听不着这个子弹收手手 所以胡怡进说 他自己听着子弹收手手 又上过战场 就是鬼扯 他就是跟后方扁击扁击 写个报告就完事了 就是这么样一个角色 所以你看这些就撒谎的人 真的太能扯了 是吧 所以这就是胡怡进的这种人 那好了 那今天也跟大家聊完了 就是关于中国的这个娱乐产业 他为什么走向不了世界 其实由于咱们中国 没有好的剧本 没有好的演员 是吧 其实有的时候不赖中国人 我认为还是体制原因 意识形态原因 造就了中国的文化 娱乐产业输出不到 这个国外去 你其实吧 这个可以这么说 中国的文化还是挺有意思的 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你像这个外国人 对于咱们这种东方 什么这是古老古国 什么神秘古国 他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我看那家有的 就是在国外的唐人节 有外国人愿意买中国的春联 什么这个窗环 什么玩 福字 他我觉得他们老外 其实对于这种异国文化 还挺感兴趣的 就像咱们中国人 比较愿意过什么圣诞节呀 吃点汉堡包什么的 对于这个西方文化 也是感兴趣 这就是人的一个好奇心 但是中国吧 你像现在就刻意的打压 你这种好奇心 今儿抵制个吉野家 明儿抵制个什么 麦当劳肯德基 后儿再说了别用苹果了 再抵制个苹果手机 什么iPad啥的啥的 就是现在中国人吧 就是这些战狼啥的 就干这玩意 所以整个非常的没劲 是吧 非常的没劲 一个人要保有自己的好奇心 那才是个生活过得有之有味 你说你对于其他国家 一点都没有感觉 是吧 你对于其他国家 一点都不好奇 那你这个我感觉 这人生活得太难受了 比如说有的时候说 我下辈子还要做中国人 那不精神病呢 谁愿意下辈子还做中国人呢 你当个欧洲人好不好 是吧 你去的比如说你去其他国家 溜的溜的好不好 换一换风景 是吧 你去美国 当一个美国人 是吧 这不都挺好的吗 所以说这就还是 可以就是 有自己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发展 别老是一整我下辈子 下下辈辈 逐五辈辈都当中国人 永远都是中华人 太无聊了 也没有进 你就是下辈子 都当一当其他国家的人 体验体验异国文化 是吧 没事就体验体验欧洲的 体验体验这个北美的风光 这个那个的 就挺挺好的 每个国家 其实他都有点自己的 看家绝活 或者是有意思的一些东西 是吧 我就特别喜欢欧洲 可能以后 有机会去欧洲旅旅游 我看一看他那个文化历史 因为你看近代嘛 就是他这个文明的起源 近代的发展 也就是近二百年 他都在那个欧洲那边 发展起来的 所以说去欧洲看一看 看个他那个 名声古迹啊什么的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 是吧 我觉得还是挺好 还有一些什么 以前那个 说什么中国的文物 说在什么大型博物馆 有哪儿 我也去看一看 我也去看一看 看一看 这中国当年是怎么被欺负的 什么都欺负出来 这欺负出来啥样呢 把多少好东西拿走了 我也去看一看 你就这么欺负咱们 这中国人今天呢 还跟爱欺负那个时候 就大清朝那个时候 那思想还一样 还留着那个思想上的辫子 我这个是绝对理解不了的 你说以前都光光光 要先给打好几个电炮啊 都给打得无耳清 是吧 就近代上边 从1840年开始 打得无耳清 都已经打成这奶奶样的 这思想上怎么还进步不了呢 对吧 你还留在清朝时候的玩法 你像现在中国这种统治方法 跟大清朝统治有啥区别 对吧 有啥区别 还是那套嘛 行政集权 什么中央集权 还是集权统治那一套 你这有啥意思 你都近代了 是吧 都现在二十一世纪了 能不能换换这个花样 换换这个方式方法 这些都是 都是很难解决的这个问题 咱们现在 就是物品先进了 或者是说 咱们现在这些东西 不一样 比如说过去可能 有钱人买马 现在有钱人买车了 买豪车了 或者过去有钱人买平房 现在有钱人可能在北上广买楼房了 买别墅了 那就是这样 但是其他方面都没有改变 就在物质层面的东西 通过技术进步 这个科技发展 你可能东西会越来越高科技 或者东西产品会越 工业产品会越来越精美 但是这个思想上 一直就进步不了 这个也是我反复问我自己 到底是为什么 我天天问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 问完之后我想 我想开了 因为我想到了一个人 叫鲁迅先生 鲁迅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说我瞎瞧什么心 是吧 我就在这个互联网上 跟大家多闹一闹 多呼吁呼吁 咱们能影响一个是一个 咱互相影响 咱们的共同进步 咱那个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吗 以前不说 我就期待着中国人 走遍世界都让人家尊重 或者是中国的文化 可以走遍世界 让人家都推崇 或者让人家都热爱喜爱 那我就期待着那一天的一个到来 你别一整的老是中国的工厂 在什么缅甸 被人家烧了 抢了 或者是中国的员工被打杂了 或者是受伤了 被绑架了 别老出现这种排华的一个事情 是吧 你中国人走到世界上面 都会有一个 怎么说呢 哎呀 就是挺起腰杆 去哪人都尊重 其实缅甸这个排华这个事啊 以前就有 其实 我记得是什么时候来着 我记不太清了 反正也是在这个近一百年吧 就在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事啊 就是缅甸那前开始排华嘛 他排华的过程当中 就把缅甸这帮人啊 说是中国人 撵到泰国去了 然后就跟泰国 就弄了一个这个中国人的集中营 中国人这个集中营跟泰国吧 他跟缅甸被撒呀 他去泰国就没事了 他虽然去泰国吧 也当那个贱民去了 但是起码他不用被撒 但是在泰国啊 就是这些集中营中的这个中国人呢 不允许跟泰国人进行物质交流 就是不允许跟泰国人进行这个东西的互换 比如说这个中国人 想跟泰国人买点东西不好使 你就自己待在你自己这个集中营这个圈里头 你就自生自灭就完事了 所以当时就是这个中国人 在这个缅甸和泰国的一个地位 是吧 你像美国历史上也出一样过排华法案 当然它那是一种种族歧视了 现在已经废除了 也是不应该的 不人道的 是吧 你要在这种发达国家 民主国家 怎么能存在这种事情 所以说现在就给废止了 那你说为什么中国人老出现这种事呢 是吧 你一整个这个法案 把这个排华 那个地方排华 大家不问自己 为什么中国人老被排斥 是吧 你像二战的时候 这个犹太人可能被这个希特勒 这个屠杀了 是吧 犯下了产无人道的一个罪行 那这是二战的时候 这犹太人比较惨 之后我一再想 我说这是不是就像中国人比较惨了 这地方排华 被日本还侵略 侵略那么多年 完了之后 就逃到缅甸呢 或者是逃到马来西亚的哪儿呢 印尼啊 都有什么排华的一些事情 你这为啥呢 多问几个为什么 为什么中国人一到的地方 他就被排斥 被排挤 是吧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老问自己为什么 所以说我也跟大家一起解答 等以后我了解到了 是吧 那我再跟大家进行具体的一个分析啊 现在我没有办法去说 但是我认为啊 还是中国这个人的骨子里 这个文化这个基因 我认为有问题 中国这种文化 包括它所谓的五千年文化 它确实里头糟粕比较多 是吧 你包括 即便是啥呢 其他国家对咱们做了不好的事情 是吧 由于咱们的懦弱 咱们的无能 导致了他们可以欺凌咱们 包括你像这个英国 打着吗 拿大炮轰烂 包括日本也是拿大炮轰烂 它不还是因为 中国文化这种小农经济思想 导致咱们举步不前吗 你有四大发明是吧 那你也没拿那个四大发明 做枪做炮了 给人干呢 所以说中国这种小农思想 这种闭门造车 就是关起门来啊 就是闭关锁国这种思想 真的要不得 你像通过胡怡进这个东西啊 就这个 这个杂碎是吧 就胡怡进这条狐狗 哎呀 真的 我这一提头就闹起了 就来气 就胡怡进这条狐狗 你看他说这个话 说咱们自娱自乐挺好 挺牛的 咱们自己玩就可以了 你看他这种思想啊 就是缺乏这种 以死为鉴 是吧 你就缺乏对历史的一个了解 胡怡进这种人呢 他如果要是当道的话 如果他这种意识形态在中国当道的话 中国人总有一天 害给挨大嘴的 是吧 就是这些世界的七大国家 还得抽那两下 抽完了 能清醒那么几年 玩事儿 接着来 再抽几下 再请这两天 就是这样 你说为什么非拿鞭子 瞅着揉 你就不能说 有一天你说你走到前面 那么你拿个鞭子 是吧 谁敢瞅我 我给你瞅回去 是吧 所以说中国这个还是有问题 好了 那今天跟大家说这么多 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了 咱们下去再见 拜拜